不过天气是慢慢转凉了 流感很快就会进入高峰期 今天公费的流感疫苗 还有肺炎炼球菌疫苗正式开打 流感疫苗的部分 要提醒65岁以上的老人 还有60到64岁 患有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险群都可以施打 另外也包括了6个月大 到小学6年级的儿童 也都是接种对象 至于2岁幼童 还有75岁以上老人 可同时接种肺炎炼球菌疫苗 我们要提醒您 因为这个疫苗在施打之后 两个星期才会开始有保护力 所以最好要早点接种